Hello 各位朋友好 我是总为您介绍非读不可好书的作家郑匡宇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这一本《潜心意志从演绎到公益的绚丽人生》 这本书是由我一位非常尊敬的大姐 阮前子小姐所口述写下来这本书 那么我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呢 是因为我跟阮姐姐很多年前 在因缘际会之下认识 那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吓了一跳 这不就是我当年看的这个白观音 就是那个她饰演过非常知名 就是观世音菩萨 在我小时候这个女神级一般的人物 那么她后来呢 在我认识她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这个易仙佛伦社的这个社长 那我当时在认识她的时候 是因为受邀啊 刚好到那个社去做一个演讲 我透过这本书呢 等于是重新认识了这个阮姐姐 她在这本书里头呢 像自传式的方式 介绍了她从很年幼的时候 求学的过程到后来结婚生子 以及投入公益 那么我在介绍这本书 我特别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在书中看到让我特别感动的部分呢 就是呢 她当时呢在台湾哦 制作了一些戏啊 都非常的不错 那因缘忌讳之下呢 她就跑到大陆发展 因为她发现台湾的这个整个演绎的市场啊 可能要开始起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就叫没落 所以她等于是很早一批 看到中国大陆的机会 并且前去发展的人 但你也不要以为她一去 马上就发展得很好 没有啊 她一去的时候呢 因为拍一部戏啊 好像叫无颜女啊 不是那个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话讲 那个无颜不是啊 是没有那个 我们吃的那个盐 这个无颜女 这个戏剧呢 让她赔了非常多钱 大概是新台币2000多万 可是她当时呢 为了想要让这部戏呢 能够好好的 有很好的品质 把它做完 她就一咬牙 就想办法还是把它撑下去 那后来呢 也找到人愿意接手 继续赔钱 不是啊 就是等于说 继续接手 让这部戏能够完成之后呢 在中国大陆播出 在中国大陆一播出之后 哇 不得了各位 非常多的这个省市啊 电视台啊 都跟他们买了这个戏的版权 并且呢 发现哇 这部戏制作真的太好了 于是呢 阮姐姐呢 在中国大陆就开始有 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戏剧啊 就找她来制作 那么她呢 也一次又一次 交出非常好的作品啊 每一部呢 基本上都是那个 县市电视台戏剧类的 冠军或者是亚军 所以有这样的好成绩 她在大陆发展得非常好 也签了很多的艺人啊 从事这个戏剧 比如说吴奇隆的前妻 玛雅书 就是她的艺人啊 非常多知名的艺人 都是她的旗下的这些艺人 那么在这本书的后来呢 她又提到她怎么样投入这个福伦社啊 进行公益 那么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其实常常会想到 因为阮姐姐大概是我的爸妈 后面大概十几二十年这一代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这一代的猫 所以看着这本书呢 我可以去回想到很多年前 我小的时候 或者是那个时候 我所认识的台北 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 那个时候的一些人事物 但是不管她聊什么样的故事 我觉得背后啊 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人 因为非常的诚恳 因为非常的诚实 因为非常的对工作有热情 所以这一路走来呢 我们不敢说走得非常顺遂 而是你永远都会有贵人相助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在书里头 他讲到说他赔钱拍戏这件事情啊 看起来当下好像赔了非常多钱 可是因为你当时呢 有真正的去投入了 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还有精力 于是你累积出来这个成果 他是会一辈子陪着你 并且可能在人生后面的某一个阶段 加倍的奉还偿还给你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他后来制作的戏剧也都非常成功 然后也奠定了他在戏剧圈 这样子大姐大金牌制作人的地位 这都是因为他当时在赔钱的时候 在那个非常想要放弃的时候 他没有放弃所带来的美好结果 所以这本书里头除了工作的态度 对于生活的态度 对于家人的态度 对于事业伙伴 对于朋友的态度 我认为都有非常多值得大家可以学习的地方 当然了他投注在公益 加入福乐社做的很多的事情 我想也对于想要回馈社会的你 有非常多的一些提点 还有思想上的帮助 于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入手这本书 透过阮千知姐姐 她的故事 然后你可以强化自己的人生 并且也慢慢走向那个 你心目中想要走上的道路 成为那个绚丽的你自己 我是总为你介绍非读不可好书的作家郑匡宇 希望透过介绍一本又一本的好书 你也能够透过阅读改变人生